大家好,又是来到我们正向华语报的时候 这是我,来自澳大利亚的小镇 还有来自新西兰的义德太阳 大家好 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马来进 各位盟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盟友 务必为我们三个频道 盟友编辑部 还有正向报 还有塞冷器三个频道 点赞分享还有订阅 塞冷器有点广东话的粗话 但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如果真的受不了的话 就听我们的一台盟友编辑部 还有二台正向报 谢谢大家 好,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 我所在的这个国家 澳洲,我们的黑衣模 像我们节目的封面 他是穿着黑衣的 然后大家摸里森 所以我们叫黑衣模 其实我就总结一下 今天这几天的风风雨 今天其实澳大利亚总理 Scott Morrison就是莫里森 他是生气了 其实他就紧急开了一个记者会 来势周中的说 我们要向中国寻求正式道歉 立刻马上抓紧等不了了 其实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面发了一幅漫画 就是这幅漫画吧 我再讲一次 有人就说这是一张假的照片 其实不是 他是一幅漫画 他是假的 因为他是漫画 不是照片 不好意思 画的就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士兵 用一个锋利的东西 然后威胁着一个阿富汗的小孩 然后标题是别怕 我们是来给你带来和平的 其实这就是讽刺澳大利亚的士兵 在阿富汗 就是随便的杀害了一些平民 而且这是澳大利亚本国的调查报告 而且是包括美军海战陆战队 其他派到阿富汗的部队 也是有在这份报告上面是证明的这些事情 都是彻裸裸的战争罪行 最搞笑的就是连特朗普也没说什么 但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就会挑出来 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说你们中国为什么针对我们 但是我发现澳洲这个总理的神逻辑 就是为什么他不是谴责这些士兵的暴行 而是先谴责赵立坚先生 不文明的社会 我觉得面对这样的行为 应该是人言得以出之 其实说几句也不过分吧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赵立坚其实作为普通人 对他是中国的外交官 但是他也不是最高尝试的外交官 他是表达一下愤改 也是正常的反应吧 但是我觉得Scott Morrison 就是我们莫里森总理 有点反应过度了 实在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其实只是一张讽刺的漫画吧 其实正确来说 谴责了一句话 反应这么大好像踩到他的尾巴一样 然后谴责这些不对行为的人 居然是受到了他的无敌对待 所以我觉得莫里森 其实也看出了他骨子里面的傲慢 这样讲 然后还有就是这幅漫画的作者 社交账号叫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叫乌合麒麟 一个青年的画家 得知澳洲总理老修长路之后 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他之前也是画了很多类似的 但是是讽刺不同国家的插画作品 但是也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 是开一个这么严重的记者会 去谴责他的 其实我觉得 然后他也是讲 莫里森指责他是虚假图片 虚假照片 他说我本来就是一副艺术创作来的 什么不存在照片 这个也是对 马来金就知道 其实照片跟插画差很远吧 不过他看上去画的比较好而已了 对 因为他画的比较真实 所以就戳到了 莫里森的某种的 那个心 那个痛处吧 然后之后的华春莹 中国外交部发言就这样回敬莫里森吧 他就说澳洲对赵立坚 就是他的同事 个人推特这么大反应 是说明澳大军 澳大利亚军人这样对阿富汗无辜 平民有利吗 但是 谴责这种冷酷行为的 反而无理 反而要道歉 然后他讲了句 阿富汗人民的命 也是命啊 是的确也是 对 然后我就看一下吧 就是 在西方看来 其实澳洲算是 跟中国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大家也知道 其实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就是中国 然后 可以这么讲吧 这几年 我一直在广东话节目 这样讲 这20年来 澳洲的 经济成就 不能说全部依赖中国 但是中国 有很大的一部分 不像我们那个 财务部长说 一点都不重要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 中国就是 事实就是 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占澳洲出口量 大概39% 然后 中国 铁矿石进口的 三分之二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然后大家记得 2008年异常 美国的世代危机 然后导致澳币的贬值 差不多一半 经济也 走向崩溃 但是 中国 因为那时候 高铁刚刚起来 我之前广东话的节目讲过 高铁 不是到刚刚起来 应该准确的讲 是更加 大力的发展高铁 所以需要很多的 澳洲的矿产资源 然后 这就是让 澳洲在2008年 在发达国家中 依然保持增长的一个原因 但是想一想 我们的总理莫里森 他就忘了这些事情 而且 就讲一讲 就是因为他 4月份要求对 19病毒的源头 进行调查 而且他指明是 只调查中国 而且就是近段时间 澳洲也是首次 叫美国 印度 日本的联合军演 意在共同对抗中国 之后 之前吧 澳洲也是第一个国家 说中国5G是不能用的 而且取消了一些 中国学者的澳洲签证 所以这是 我只能这样讲吧 这应该是 应该不止我这样讲吧 是澳洲的媒体 也是一致觉得 这是中澳关系建立 50多年来 最低最低的病点 而且 之前我们广东话节目 也讲过 澳洲要立条法律 然后故意破坏 维多利亚州 跟中国一带一路的协议 然后终止跟香港 之前的 终止跟香港间的 移交逃犯的协定 还有就是在 11月17号的时候 我们之前广话节目 也讲过 我们总理 Scott Morrison 莫里森也到澳洲 也到日本 对不起 到日本去窜向门吧 然后跟 跟菅义伟 就是像哥们一样 对啊 像哥们一样 然后就说了 除了对中国南海 国安法 在说什么 维持香港国安法 就是说国安法 是怎么怎么样不好 然后又签了双方的 军事决定 建立了准军事同盟 其实也是建策中国 大家也知道 其实澳洲的媒体 是这样常认的 但是你也知道 其实我们华人 其实也是 其实是理议 其实也是文明的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吧 应该说你对我好 我对你加倍的好 应该就这样 是吗 对 其实中国 中国人也是讲道理的 如果你把中国 当是敌人的话 其实中国也会当你是敌人 然后我觉得近段时间 澳洲的所作所为 不单止毒害了中澳关系 其实对我们澳洲的怀疑 也是伤害了很 伤得很厉害 就是觉得 他是说 但是他又很虚伪 他就说 哎呀 我们跟中国关系不好 但是我们会肯定 你们还在澳洲社会的 贡献之类的 但是很多环境觉得很恶心 真的很恶 因为你这样子 你不断的去污蔑中国 其实变相也是等于 让那些脊肉的分子 去找了一个借口 去攻击我们澳洲华人 是吧 对 然后伤害了很多华人 澳洲华人的感情 还有之前 他的党友 一位议员 还叫一个土生 连中文也不会讲一句的 华人叫他 要谴责中国共产党 你不谴责的话 你就是不爱国之类的 他没有说不爱国 但是说你敢不敢这样做 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的华人去占边 一占边的话 我们就非常危险 因为很多华人都是崇商的 对 然后我觉得 崇商占边的话 你就意思就是你占了 无论你赚哪一边都会有损失的 因为你占了左边 你就不能赚右边的钱 或者你赚右边 你左边的钱 左边的你 也不能赚他们的钱 意思就是你的 你的生意能做的范围也缩小了 你一表态的 就会面对这种问题 对 然后我觉得澳洲总理 其实旅里都在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面 我觉得经常是采取错误言行 还有有时候简直是主动调动 对抗的言语也是挺多的 我记得我们的贸易部长伯明翰是讲 中国再这样做的话 根本对世界经济浮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是他说对澳洲这样做的话 但是事实就是中国会帮其他国家买多一点产品 就是不帮澳洲买而已 不要再这么笨了 我们之前广东话节目 昨天广东话节目已经讲过 那些说盟友都是假的 在澳洲被那些产品不能进中国的时候 他们出口很多去中国 而且把你的市场给带去了 人家是叫你去向前冲去阵亡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就觉得澳洲总理是不是应该醒一醒吧 我还记得上一届总理就是特恩布尔 他却也是在进了华为的时候 他也是讲 那时候也是讲 用普通话对中国 应该是隔空对中国说吧 因为他是用普通话 就是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 他的中文也说得还不错的 我觉得 因为他的儿子是娶了个上海的姑娘 他的孙子也是混血 也会讲普通话 但是我只觉得今天 他们还是以一种白人那种 民族自以为是的想 那种想法去做事 其实很难 我记得以前会说普通话的 前澳洲总理陆克文就讲过 其实很多白人或者是整个西方世界 都不能很正确的或者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中国的强大起来 所以他们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这个就是事实 中国的确强大 也会继续强大下去 所以我觉得只能像习近平这样讲 是要命运共同体 只能这样子 不然的话再多的事情 也是没得谈 你看我们总理讲话都是 我觉得有时候他是 特意是让中国人很不爽 他是特意的 因为很不幸的事情就是 他这样讲话是澳洲的白人 是支持的比较多 而且他的民调 是四个月以来是最高的 所以现在目前只能让澳大利亚 吃一次大亏 对 这得必须的 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一定要 人还是要吃点苦才学经 就像香港那群黑豹吧 有些人现在 你不吃宽 你不知道错在哪里 香港那群支持黑豹的议员 走得走 进肩了进肩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报应 我觉得只是 你当时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根本是收拾不了 现在就是法律来收拾你 你逃过法律制裁 对 你可以流氓 但是 我就觉得你的影响力 会大大降低 以后还是会 像那个许志峰前议员 我觉得他 做事情是不经过大牢 这样子你的孩子 是一辈子回不了香港 是吧 而且我就觉得 莫里森的 一系列讲话 也是一面镜子 他就造出了 就是满嘴是人权 自由平等的画皮 其实他的逻辑就是 他提倡的 人权 自由平等 就是普世价值 但是他们在 其他国家做的坏事 人家只是批评了一下 批评都不行 就要变成道歉 他们也是经常去批评 不同的国家的 但人家批评你就接受不了 这个是什么态度了 对 而且我觉得 他还是欠一个阿富汗人民 最真诚的道歉 我觉得真的需要 我觉得他肯定是不会向中国道歉 是要求中国道歉 所以这就是神逻辑 就是做错事情 还去骂人家 我觉得难听一点 就是有一点无耻 这些节目就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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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